k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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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ck、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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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合在一起 你怎么做 sanctions?! 哈啰,大家好,我是腾仔 我是希哥 我是希 Craig 对啦,昨天讲这个话题 有一位网民在这里回应我前 就说Coffee,就是这个YouTube第一人 广东话频道一百万订阅的YouTube 他就不太认同 他就说一定要当 fällt 就说如果他的频道那时候没有跟那个backup佬吵架 一定是他的 一定是达哥 先一百万 现在可能二百万都有 那你认不认同呢 如果大家今天喜欢我们的分享 请like 订阅 请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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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说一下 你说达哥那件事在达哥的眼中是污点来的 我们一看那单新闻 他说那时候是backup佬偷了达哥的影片去迎你 然后总之骂了 竟然那些网民之后是指责说达哥不对的 对的 真的很恶那件事 很过分的 现在的人在网络上是委三观的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 是的 这些道德都错了 弹斜了 弹斜了 那今天就不是说 哇 你这么久的历史都拿出来说 你最近没有新闻呢 不是这么说 有人提开达哥呢 最近我看达哥有些打机片都挺好看的 原来我发觉这个是神一般的迷之男人 原来我和希哥都见过这个人的 我们一分享之前不如我告诉大家 在别人口中的达哥是什么来的 你在别人口中有没有听过达哥是什么来的 打机说话很好笑 或者就算不打机都当他电台那样听 爆机达嘛 当电台那样听 是 其实达哥是第一代 将这个网络界的游戏机 变成收音机的元祖来的 就算你不看他的画面 听他讲话都好像听着一个电台节目 但其实他在圈内 真的是迷一般的男人来的 在一个杂志四人得知 他那时候访问了我们很多YouTuber 很多啦 即是甲达、明仔、姜领乐、五仔、Mary姐 全部访问了 他说他唯独是访问不到达哥 所以你们在梓媒上很少见到爆机达 你有没有见过达哥做访问? 是没有的 没有啊 他说呢 是从来他不接受任何访问的 他是不想做这些东西的 开始我会想 他是不是看不起那些姊妹呢 他是不是 那网络平台可能都会做访问 好像网络媒体都没有做过访问的 你这样说好像是 是不是啊 那究竟达哥是一个什么人呢 在这个 即是最八卦的娱乐版里面 即是苹果娱乐版也好 那些娱乐记者 完全是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 那跟着呢 有一次呢 即是在我走仙达呢 有个哥仔见到我呢 他说喂 吴仔你好啊 喂 跟我拍张照啊 那他跟我聊天啊 他说他见过达哥在那儿走的时候呢 达哥给我的印象真的很深刻的 让我在大家面前 对有希哥做一次 让你们开心一下 他说你当我是达哥 你叫我啊 喂 Hello达哥 我拍张照啊喂 或者向观众做一次 你再Hello达哥拍张照啊 喂 Hello达哥拍张照啊喂 那个那个 那个买电话那位叔叔 是这样跟我说 他说 好帅啊他 他这样 这样我啊 对着叔叔这样做 你说我对着希哥做 就说我电他 我对着观众做 就懒有型 他对着叔叔也是这样做 我那一刻觉得他 这个人实在太有趣了 真的太有character了 然后我也尝试试试 可不可以好像达哥那样 如果下次有个小朋友 看到我又对着这样做呢 然后我觉得我都顶不住 我不行 不要啊冷静点 我怕你被人打 真的不行 因为他在沐村托製的头发 很长的嘛 那一刻也很帅啊 就好像Jojo那些 真的不是说笑的 不是笑他 我真心觉得帅啊 一个知名人士 在街上这样 是很有自信的 个人本身 是 我都分享了这么多人的 好像希哥都见过很多次 坏 希哥都见过很多次达哥 你可不可以 说一说你对达哥的印象是怎样呢 很多次 十六岁 很多次我第一次见达哥是十六岁 是 做暑期工 即是两三年前而已 是吗 一两年前 哈哈哈哈哈哈 重点不在这 第一次见他 他就会觉得 哇 为什么可以这么瘦 这么溜 一只脚是 好像手臂一样 好瘦 真的 脚好像手臂一样 简直那一刻 看到他觉得自己不配再吃饭 你啊 是啊 觉得自己太胖啊 是啊 他真的很瘦啊 就是这样啊 然后第二次见他就是 跟其他一些showgirl 扮一些角色 有些cosplay 即是达哥cosplay 达哥有没有呢 我没什么印象 不记得到 但是我们的女生有cosplay 啊 然后就是在流动车 在深水埗 在车上 嗯 但是呢 就有个环节呢 就给 来找他那些粉丝拍照 嗯 我条队是去到戒尾的 很远的 是 然后呢 他一直拍完 然后才结束 那结束了 结束了 结束了 其他跟我做事的妹妹都很想跟我拍照 他拍完 然后才走了 我明白啊 我那时见一下小波子拍照 拍三个小时了 都是 所以 我应该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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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下班都晚上 所以呢 我经常跟你说 你不用太红了 你不要太红了 你不要太红了 你会很没空的 哈哈哈 你会闪到盲了 所以那些明星 为什么要戴褲子 不是啊 大家不停闪啊 真的很厉害 好像我们现在一条光管的盲啊 大哥 是不是啊 就是我们经常做事呢 会有很多这样的 光的问题 光的问题 所以戴褲子呢 如果大家看到 走出去戴褲子 你不会觉得我困 对那些光很敏感啊 不过是 那你有没有见过Dark 有啊 我和小波子 在一个广告界的晚宴里面 我们做表演嘉宾 那时候表演洞督笑 那晚的嘉宾里面 其中一个就是 Dark 哇 我们第一次见到他 你知道这些是Youtube的叫做 不是元祖啊 是太祖啊 是 就是我们这些是元祖 比元祖更元祖 是太祖啊 你知道吗 就是Youtube未流行的时候 他已经在第二个平台里陪伴着大家 所以我对这些人是非常尊敬的 一见到达哥 他都知道我是谁 那么就拍了一张照片 那其实大家 没什么两句 Hello 就是点头之交 点头之交而已 那他没有这样的 他没有 那他很有型的 那天穿得很漂亮的 那些衣服 我们个个都很隆重的 那一晚 那跟着呢 他又要分享的嘛 就是吃饭的时候 晚宴他要分享的嘛 那我们就表演和督笑 他就分享 那样 他就说呢 他每一晚 有一个时候定时定后 他都要打 不知两至三个钟头机 和观众打 风雨不改 九点半 不知道 他说有一个时候 有歌的 是吗 九点半就要看直播 是吗 是不是类似的 OK 有听过 有一首这样的歌 那我就觉得呢 这些网络人 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为什么我那时候说 嘿哥你直播的时候 其实是在售什么呢 那些人就说 售售口才 售售才艺 连做过直播的老闆 都不知道 其实你自己在售什么 你知道吗 有很多老闆 你有没有发觉 很多直播的老闆 其实是走错了很多路的 譬如要找一帮会唱歌的人 来弹唱歌 又说又要漂亮 跟着呢 又不知教你做什么 又说话题又要怎么样 那些话题呢 就不要这样 其实不用的 那些老闆都不知道 自己在售什么直播 其实直播是在售陪伴 是 而达哥就在那个晚宴的分享里面 一说就说出来 就中点了 就是说 我每一天 我都会拿几个钟出来 定时定后 打机陪伴我的观众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就成功了 所以我见有些人做YouTuber 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有些追梦 有些就 就是说我以前 寸我 很多人做YouTube呢 就很想sell自己的才艺 譬如唱歌跳舞 但好像希哥你之前都认识到 一帮女生说 跳舞跳得很厉害 很齐 很漂亮 很努力 很努力 我也认识到有些人 拍一些功夫片 拍得很漂亮 很认真 但是那些片 点击是很低的 那为什么 打机可以有这么多人看呢 刚刚有这件事的时候 就有上一代的人就说 你打机片有没有好看啊 那那个人就回答他老爸 就说 你看电视 看人吃东西有没有好看啊 他老爸就说 打机又不是你打 看人打机有没有好看啊 他说 吃东西片有没有好看啊 看人吃东西又不是你吃 这样 想看那个人玩 想看那个人吃 想看那个人吃 因为你喜欢那个人 其实呢 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呢 很多什么超任啊 PS1那年代呢 很多商场呢 都放了很多游戏机在那里 那很多人在里面打机啦 5元就有3个字 可能你不知道啦 那其实呢 有一帮年轻人在外面 瞎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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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了网上之后呢 不是说现在了 是说10年前 就开始转了呢 那个心态啊 就开始转了呢 就在网上看人打机啊 一边打机都听电台啊 双重享受啊大佬 几正啊 有时候呢 很多网友说看过我们的节目呢 不是看的了 现在 我放一只那么漂亮的希哥出来呢 他就不是看的了 是听的而已 你知不知啊 是呀 放在一边继续上班 是呀 放在一边继续上班啊 或者开个window出来呢 放在一边 做别的东西 然后就做其他东西 做其他东西 就听我们在那里吹水 是啊 我在说你啊 是不是在听我们说话啊 没有看到我们的样子 快点看一看我镜头先啦 不行啊 在上班啊 人家一会儿老闆受到 怎样的啊 你继续做事啦 努力啊 做加油 你待会儿有空的时候 再装这一段 看这一段 好有趣的 我跟你聊天啊 嗨 是啊 回家的嗨 记得听完给like 直到现在呢 我有时候看回那些达哥的片 即是那些打机片呢 都看他还是很努力地 在不停量产去做这件事 所以就说逑他发达的 我觉得 为什么那些人喜欢看他打机呢 因为我有问过一个朋友 为什么会喜欢看达哥打机 不看其他 因为很多打机那些实况主的嘛 然后他就说 虽然他不是打得好 但是你会感觉到他真心喜欢那样东西 而吸引你 真心喜欢打机的 真心喜欢 其他那些你会觉得他是 反攻 有那个感觉 他是真的热爱那样东西 爱打游戏机 吸引到他继续提论他 就是这样 他的吸引的地方 所以真的行行出状元 当时我有个表带 说 只喜欢打机 他就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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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打机喜爱打机 可以找有十几二十万一个月 然后他跟我讲 他说 怎么这么多这些人 然后谁说 不是啊 我公司全部是 Mühti 诶 Iowa那些 这样 就跟他说 真是有可能的 你说旁边那个 身边全部都是人 你都不服认一下 你儿子可以得 其实 如果你有梦想 你真是很专注 很喜欢做一件事 做每一重事都会成功 你找到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就是로 没有 没找到 没找到不要紧 继续喜欢听我们的节目慢慢找 我们的节目其实除了讲网络的事之外 还讲很多心灵的鸡汤给你们听 今天的时间就这么多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点赞 分享出去 给多些人知道 还有可以订阅 铛铛 Pay me 5 锡 可以支持我们现在 拜拜 我们下次见 完 完 不是这样 劲点 完 完